電梯門打開後 一名身材豐育的婦女 雙腳圍開 慢慢地從電梯裡走了出來 手還提著一個紙袋 但一邊走的時候 血從裙子裡滲了出來 邊走邊滴在地板上 站在一旁的民眾直覺 事情不單純 這起事件就發生在 6月28號下午 花蓮一出大樓 有住戶發現 一樓大廳流有一滕血 而等電梯的民眾 也看到婦女從電梯裡 邊走邊流血 群下還露出剛撿沒多久的嬰兒期待 隨即打電話報警 在電梯裡面有看到一滕血 然後我看著她走出來 地上都是血跡 原來提著紙袋的36歲 婦女剛生完嬰兒 便將小孩放到牛皮紙袋裡 裝作什麼事都沒發生 在門口有遇到一名女性傷患 那她表示她剛有急殘的情形 然後她不知道嬰兒的去向 住戶和住戶人員到場 開始尋找嬰兒 最後住戶想起這名女子 手提紙袋的動向 最後在大樓旁草叢找到嬰兒 送醫後所幸沒有生命危險 記者劉己嬌 區一方採訪報導